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拥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 這個《拥抱大香港主義》 來到第三節 Ivan又回來了 他可能聲音有點問題 大家一起測試一下 大家看看 現在聽不聽到他說話 Ivan說一點點 剛剛在談腳毛的問題 就斷了線了 腳毛聽不到 大家聽不到你說腳毛 你現在給大家看看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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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為什麼 你剛才 你剛才第一節都一直動著腳 對 我才是 你現在這樣 對 這個姿勢整個 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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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看到的 大家都看到我們三個人 聽到三個聲音 應該 麻煩大家出口給點反應 好了 今天 講這個 實浴 實浴 今天我最主打想說的就是 我最近最喜歡講的題目就是 講裁員 講炒人 大裁員 我想說這個世界很諷刺 早兩年 都還有一個叫做大辭職潮 Abel 記不記得 你記不記得有過這樣的 什麼時候開始有大辭職潮 你在講香港 是全世界 全世界 由美國蔓延到香港 那時候大辭職潮就是 大辭職潮就是 林逸熙做過大辭職日 那段時間 我想是2020 可能是2020年 有所謂的大辭職 就是那時候很多人辭職的 就是很多人對 Covid-19 那些 不是不是不是 那時候剛剛的 那時候剛剛的 那時候是一個 整個社會氣氛和風向來的 就是香港就因為 在爆示威 19年 2020年那段期間 但其實美國那時候就在爆 一個叫做大辭職潮 就是其實 跟著與此同時 大陸就出現了 躺平族這個字眼 那大辭職潮和躺平族 這個是同一時間出現的 就是說很多人就說 不做事 就是普遍的社會 蔓延了氣氛就是 你沒有用就沒有人可以利用你 類似是這樣的 一個狀況就是 不做事 不做事 你只要不做事 就不會被人剝削 又或者反思工作的意義 涵意什麼 那些大辭職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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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被這個 整個 瘟疫 接著進入瘟疫的時代 然後就 沒有說什麼大不大辭職潮 然後就 工作從家 那現在就 復償了 雖然香港還沒有復償 但是整個西方世界都復償 西方社會都叫做復償 好了 復償就怎樣呢 復償就 就 不到你大辭職了 就不用你大辭職了 大財源潮 由科技巨企 就先揭起這個 財源浪潮 那都講了整個星期 就講Twitter Twitter炒人 Twitter炒一半人 這樣 但是其實那個 確鑿 確鑿數字未出來 因為 Elon Musk沒有公佈 那大家只不過就是想去Twitter看 那不過就 不過就這個 這樣的 中期選舉 中期選舉 就暫時就叫做 將那個Twitter 整件事的reform 就鑿住了 那今天會出了 那些中期選舉的結果 那我原本今天都打算 說中期選舉 但是就 好像那些結果還沒出來 那看下 明天再說 那共和黨 又沒有想像中領先這麼多 那就變了都是拉鋸 民主共和兩黨的票 就很接近 沒有所謂什麼 那什麼特朗普浪潮 就沒有出現 那對於特朗普復出 也有些隱憂悠患 但這些留下之後才說 那但是 Twitter就炒 50%的人 據報 據 就是叫做商傳 那但是Twitter所謂炒 50%的人 連結整個什麼 我們節目之前都說了 連結整個什麼 人權部門 炒了 加起來 加起來 估計應該炒三千多人 三千多人很多 對吧 估計是三千七百多至四千 三千多人很多 三千多人就是一間TVB 那些人 一間TVB也是三千多人 那你一炒就炒了三千多人 原來就是 原來就是 一半就是三千多人 好了 那接著未幾呢 就到Facebook炒人 Facebook呢 Facebook炒少一點 Facebook炒13%的人 就是現在是想緊縮13%的規模 但是炒多少人呢 炒一萬一千人 那立即就已經多過Twitter 立即多過Twitter 還有原來Facebook是多Twitter 那麼多人 是多那麼多人 就是說 他現在13% 就是說原來Facebook有十萬人 我剛剛才知道 就是他全頭固然有十萬人的員工 那麼Mark Zuckerberg就 出了一個 Message to Metta Employees 這個Mark Zuckerberg Message to Metta Employees 裡面就這樣說了 他就說了 Today I'm sharing some of the most difficult change We have made in Metta history InMetta history Metta有多久的歷史呢 如果Metta 不是一年 有兩年嗎 他不寫Facebook history 他寫Metta history 他寫Metta history I've decided to reduce the size of our team About 這個13% And that more than 11,000 Our talented employees go 抵抄人 就抵抄人 你不要說人家是talented employees 人家那麼有才能 你還抵抄人 這個 We are also taking a number of additional steps to become a leaner and more effective company by cutting decentually standing and expanding our I know this is tough for everyone And I'm especially sorry to those impact 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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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那個 就是這樣 炒人 我想說他炒人 炒得更多 炒人炒得更多 但是呢 就沒有 沒有氣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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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炒人不一樣 結果就是多了人去看 剛剛 昨天還是前天 Elon Musk出了個氣劇性 就說 現在是這樣的 這個這樣的 usage of這個氣劇性 歷史最高 歷史新高 很多人在這段時間去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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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而 這個 就 就 就 它構成了兩種很不同的氣氛 非常之不同的氣氛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有新信息 我看不到 我看看 先 開個畫面 我有延誓 我看不到有新信息 欸 對啊 剛剛開來看看 有課金 不如我讀課金 我先读读课金 来到第三次读课金 不好意思 我读一读 这就是我这样做节目 有个不好的地方 但有新讯息我看不到 就需要大家 在check room 提示我 在check room有人说Facebook每年都请 一定有很多人炒 有新讯息就说买西岸 看不到 再读读课金 读读课金 读读读艾 有人叫我上香 即时读读读读 总项总是有500块 不得议估读药 100元昨天到美朗取货 小葱超級 感谢 我又看到是新讯息 120元 奧斯卡请人,我们做室内设计,猜我们请什么人,最紧要帮到首尔去高质 我以为大家现在越来越多资讯了 接着一百元是大亨节目高质,慧责热狗支持预付货金,拍多些好剧集 多谢 有二百元是最近慧暴不舒服,凡请大亨帮忙上香保佑我早日康复拜一节 刚才的新讯息说,买西韩今晚吃红星泰国菜拜,听众汤 非常好,感谢,感谢 我想说Twitter和Facebook炒人 Twitter有很多人,很震动 炒了半人,但其实炒了三千多人 然后,出来的效果很不同 出来的效果就是,Twitter的用户就是历史新高 Ivan又露他的脚出来,他刚才有露腿了,见不见? Abel,你见不见?见不见他露腿了? 见不见他露腿了? 他刚才放一摆,就会走光给大家看 你可以告他刚才那个性骚扰 他刚才性骚扰,他露出了一个镜头 他露出跨下,露出跨下 他露出跨下,露出跨下,露出跨下 你可以说是性骚扰了 这个画面已经录下了,你不用怕没有证据 我们有证据 这个Twitter就有很多人 因为只是TwitterLayoff这个hashtag 就已经引起了大家很多关注 然后有很多人就 历史又没有说多少人被人炒 然后就让Twitter的员工被人炒 他自己上Twitter在那里报 于是乎为了看Twitter炒人 大家就回去看Twitter 上去Twitter,看看有谁说自己被人炒了 那你先问是热闹 而且他产生了 LinkedIn也很热闹 LinkedIn也很热闹 是的 我很少看LinkedIn 也有很多这样的讨论 但是Elon Musk是成功令到大家觉得 虽然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他的真实状况是怎么样 我们又不在Twitter里面做事 但Twitter无论如何也是有很多问题 你也看到他有很多立落的地方 再加上整个人权部门被人判了 你马上就会透露给别人 有些这样濕狗的部门 你会觉得是精简人手 但是Facebook出来的状况就是什么呢 Facebook出来的状况就是 你看不到 我们看不到 因为没有一些前气 没有一些预兆的动作 你看不到Mark Zuckerberg 炒人是根据什么逻辑炒的 比如Elon Musk炒人 我们大概有些痕迹 比如Elon Musk Elon Musk在炒人之前 他会先叫一些工程师 叫他们印自己 编写的程式出来 然后你就会 我们不知道Elon Musk有没有看 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工程师 真的有印那些编码出来 我们不知道 但是他有一宗新闻出来 那你有一宗新闻出来 他透露了几样东西 Elon Musk要求工程师 印一些他们写过的编码出来 那你立刻就令到 大家觉得 哦 现在要查功课 你觉得Elon Musk有去查功课 有叫人去查功课 at least有叫人去查功课 他实际上有没有查 不知道 但你感觉 那宗新闻就令到大家觉得 他有叫人去查 这样 有件这样的事 这样 那好了 因为有件这样的事 那跟着再解释人 解释人 是整个人权部门被解释了 你觉得他解释得很确实 他是不是很确实 他是不是很确实 是否很确实 另一件事 但是你觉得他有个标准 去到Facebook炒人 Facebook炒得更多人 炒了一万多人 但是呢 你又看不到他炒人的逻辑是什么 如果只在前因后果上来看 马克思克弗的炒人的前因后果就是 他自己就扔了很多钱去搞Metaverse 刚刚这一年的事 对不对 你刚刚就扔了很多人 扔了很多钱 说要搞Metaverse 那你连年都请人 持续都请人 而且请你不知道做什么 Facebook Facebook继续就请人 不知道请你做什么 其实Google也是 但是那些科技巨企都是这样的 就是你请一群不知道做什么的人 去抓一些新的 他不停地膨胀当然可以 那你现在说不请新的人 那为什么不请 不请之前和炒人之前发生什么事 就是你搞Metaverse 你搞Metaverse 然后还要弄了一些很丑样的Metaverse 那些3D图出来 于是乎就搞不定 然后Metaverse就亏损 然后你就炒人了 那两个很不同的嘛 Elon Musk是入主Cheetah 然后就去查Cheetah的东西 发现Cheetah 又要去查他们的编码 又要他们印那些编码出来 然后你感觉上 你感觉上Elon Musk 是有一个 是有一个 审查的体系里面 来炒人 但是Facebook的故事是什么 Facebook的Story Telling就是 马克斯卡普自己说要搞Metaverse 要搞元宇宙 搞元宇宙出来 没钱赚 然后就要咳嗽人 接着咳嗽人就发封公开信 就说很遗憾 有11,000个很耐心的工作人员 你们就要高了 人家已经这么耐心了 人家这么耐心了 你就要考他 你就说要紧缩他 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令到公司有一个 效果 就是你家公司原本很耐心 我觉得 那篇东西如果是马克斯卡普写的话 就是没有人阻止他 没有PR去阻止马克斯卡普 不要写一篇 那篇东西 为什么会写一篇东西 就是说我炒人是为了令到 令到团队变成一家更耐心的公司 那这个是 就是你现在告诉人 你原本的公司很耐心 你有管的 那间公司原本是你管的 现在不是Elon Musk入主 那间公司本来就是你管 由头到尾都是你管的 现在你就说 我要令到那间公司更耐心 所以有11,000个Talent employee 他们就要高了 那你管理到什么 为什么你拖走了11,000个Talent employee 然后你这间公司 会变成有效果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Elon Musk入主 会高了呢? 为什么呢? 发生什么事呢? 那真的令到别人很困扰 令到别人很困扰 而事实上我们也看得出 他责怪自己 他责怪自己的感觉 这些就是扑街阻交文化的那种文化 这个就是阻交文化的涂毒 因为你只要走出来 责怪自己 市场就会原谅你的 就是因为你炒人 然后走出去 其实他们很好的 我真是 我真是 都是我不对 真是非常遗憾 不是这样的 然后大家 所以其实 马克思克巴炒人 那个市场的反弹 反响是小一点的 明明他炒得多一点的 但因为他的姿态可能轻松一点 那样东西 于是乎 没有太多气劇性 也没有那么大回响 但我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 你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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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家公司没有人管理 有多少 你这家公司需要有多少人 多少人才合理 你没有个数据 其实 你旺的时候 乱叫不请 接着 一条数据不合 又乱叫不炒 这个就是 这个事实上就是 但这个事实上就是 很多科技巨企的 那个 言放实放 就是这样 那么 我想说 我想说 就 大裁元朝 那样 那样 以 Citter和Facebook为首 丧炒 那 接着 其实摩根士丹尼也炒了 那样 那接着 其实 华尔街也应该是会继续炒 那 那接着 然后 再加上很多元素 AI 机械人 Web from home 在这个 瘟疫期间 做了很多测试 共享经济崛起 很多外判的事情 会发生 那 于是 就一定是 我觉得是一个 持续一浪接一浪的裁元朝 来的 那 到Ivan出来工作的时候 市场的职位 应该会少了很多 的 就是 比起我们 我们现在工作 到Ivan 畢业出来工作的时候 他 整体的市场供应会少了 但问题就是 Ivan不会觉得 你知不知道 就是 他不会知道的 这个就是 务动市场神奇的地方 因为他不会有一个直观的感觉 因为他没有一个比较的 他不是 之前 找工作有多容易 去到后来 找工作有多难 他没有那个感觉 而且 相对来说 他不是找不到其他东西 他其实也会找到的 现在这个世界最好的地方就是 不是最好的地方 对企业家最好的地方 或者对政府属于市场 最好的地方就是 其实你是一定找到工作的 你是一定找到工作的 但问题就是 你可能找到的是一些 一些 一些 一些共享经济形态的工 一些外判的工 一些 一些 这个世界的part time 其实是多了很多的 这个世界 其实通过网络去requote 甚至乎可能只不过是 SNS出个post 这样 然后有些短期的工作 这样 然后又或者有些apps 就是不算骗局那些 就是不算那些刷单骗案那些 就算不是刷单骗案 其实这些这样的按时计身 甚至乎连人都不需要接触 就这样去apps登记 或者就这样 在一些网络区 这样 然后讲一下就已经有的工作 其实是多了很多的 所以呢 它会令到你 处于没有工作的时间很短的 你 就是你可能会 譬如以前那些人 没有工作就会没有工作 又或者如果他一要 没有工作 要马死落地人 炒散 以前那些炒散 一来就很 劳动得很厉害 就是以前那些炒散 一来就地盘 或者是厨房 那些这样的 那些就很 就是你会觉得就是 很 怎么说呢 你会觉得很不是工作的 而且你会觉得 立即觉得 我现在唯有靠努力 那样 但是现在这个时代 不是的 现在这个时代 譬如你有些part time 是可以 你有些part time 是帮别人 譬如写一下曲 有很多外判的 如果你懂得写曲的话 有很多外判的写曲 就算你不懂得写曲的 譬如有些外判写东西 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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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gital Marketing 也请很多这些part time 的 其实请很多那些帮别人写 帮别人继续 帮别人继续的运作 其实是很多这些 因为你又不会觉得自己很劳动 譬如你帮别人写帮 帮别人管理SNS 帮别人去 或者帮别人回报信 那些全部都是外判工做的 全部都是外判工作给你做的 那你做这些呢 其实 你在家里做或者在手机做而已 那接着 跟你去炒散做地盘 差很远而已 跟你去炒散去做 去炒一间 炒一间楼面 差很远 没那么辛苦 但是钱就少很多 但是你会 但是他也会令到你有一个感觉 有一个印象 是你在做着 先做着 那做着先的感觉已经有了 而且他真的有费用 他又不是完全没有费用 他有少少钱 如果你做几份这样的事情 其实是够你户口的 如果只是以户口的角度 那么大的问题就是 他会拖慢了你的节奏 他会拖慢了你的工作的节奏 就是拖慢了你投入职业的节奏 他会拖住你的 因为 这边也在做 这边帮别人搜集 那边帮别人修照 那边帮别人回答 那边帮别人回答 那你就回答了一天 那么就再算完整 一个月也会有点人工 也有点资金 还有钱 不觉不觉 不覺不覺又滾了一個月 滾下滾下 就會變成投入職場的時間被他拖延了 然後猛延回頭 可能已經搞了半年至一年 然後才發現 其實這樣我等於是失業 但失業率就沒有計算到你的 這個 這個 那個世界的狀況就是這樣 到了會越來越去演化 越來越去發展 我自己看這件事 我過去那幾年 我就經常跟大家說 大家小心自己的工作會沒有了 很謹慎大家去守住自己的工作 好了到現在我提醒大家幾年 我說幾年了 然後我也說 我早幾年就跟大家說 當那時候還是大辭職潮的時候 我就已經說 當那時候還是work from home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說 要小心啊 會有很多 即是有些工作工種是直接會消失了 你正在做那件事可能會被AI取代了 或者被人外判了 你現在 這半年很多 很多聽眾都經歷過 就是 被公司要求你轉外判 被公司要求你轉外判 被公司要求你轉自私 怎麼算好 那這樣 那能夠被人轉外判 就是replaceable 那個位 就未必關你事 那個位也會這樣 好了 這些事情不斷地發生了 到現在 就以Twitter和Facebook為首 就開啟這個 現在不是大辭職潮了 現在也不是因為瘟疫沒有東西做 也不是因為web踏空的工種繁析轉移 而是 真的大財源 由Twitter打響頭炮 Twitter和Facebook打響頭炮 他們是世界上最大的 Facebook一定是 Facebook是世界上最大的領頭羊 那麼 商業世界的領頭巨企 由他開這個先河 那就一定是一浪接一浪 去到這個時候 我自己的感受 我自己的看法是怎樣 我就不是說實 我就覺得 是值得的 是 這世界會有一個這樣的大財源潮 是幾樣東西相配合的 除了經濟特別差之外 事實上就是誠摺說 好像上一節 說故宮那樣東西這樣 喂 有些人是應該沒有東西做的 喂 我打死你們說少少東西 讓我喝一下水 喂 你先說些東西 OK OK 剛才說 有些人是應該沒有東西做的 就是 就是剛剛 我離開了有時說 我就去了直播室聽聽 沒有辦法 就是說 你說 應該是否應該是應該 那樣東西 其實經濟環境好的時候 很多人 都真的有這個需求 但是如果 如果 不好的時候 就變成 財就財 這些 能力 可能真的沒有那麼好 那些人 唯我就是這樣 喂 再喝多個水 你們再說 好 我先走了 好 好 就是 現在美國 兩大科技開頭 開始了 應該會引發一個浪潮 美國自己本身本土又會咳人 然後會不會說 去到香港其實也很有影響呢 香港一定會咳 我肯定 已經在裁 香港不單止裁員 首先香港本身現在就有一個中小企結業潮 有很多人就不是說 就是現在未出現一些大企業大裁員 就是因為 現在首先香港出現的就是一些未形成一個叫做 某一間公司裁很多人 但是都陸陸續續有人沒有事情做 那種狀況是什麼 那種狀況就是 那些中小企逐步逐步倒閉 就是那些店鋪開始受不了 那所以呢 他沒有一個 他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 某一間公司忽然差500人 某一間公司忽然差1000人 但是其實 已經有一間 有一百間店鋪收拾了 你看到的嘛 你自己逛街你看到的嘛 你看到那些店鋪 你看到鐵集有多少 就是他已經是 這個月收拾100間 下個月收拾30間 再下個月收拾200間 那其實他已經是 只不過因為 香港呢 中小企投入的量是很高的 你知道嗎 他呢 整理完又開 整理完又開 其實呢我想說 過去那兩年呢 是 過去那一年 如果計2021 2022 這兩年呢 其實是 可能過去那 十幾年來 最多新餐廳開的日子都沒有 你知道嗎 是 很多新餐廳開的 你知道嗎 他只不過開完 立即 撿了 立即有人開 然後 其實 2021年 2021年 有一大批 那些新店鋪 入場 來到開新店鋪 結果現在到2022年 已經撿了 你知道嗎 之前已經撿了一批 新加入 然後這一新加入 那一批都再撿了 然後 然後大財源 大企業財源 都 是會發生的 接下來也是會發生的 在香港 那 那會這樣發生 那會怎樣呢 那 我想說一件事就是 其實 事實上 我想說香港找事情 做太容易了 其實 從過去來說 香港找工作太容易了 根本很多人 其實是 經常在職場上 就處於一個 無競爭行洩的狀況 而我相信 聽眾們 你們公司也一定有這樣的人 就是說 裁員很難 這樣 裁員是否艱難呢 這樣 大家在聽眾說一下 如果你現在正在上班 我相信你們一定覺得不艱難 你們一定可以在自己公司 自己的部門裏面 可以抽到兩三個人出來 其實裁員了 對整個團隊的人 是沒有影響的 我相信Abel 你也有 你現在回心一想 你應該都想起 一兩個人 其實剪掉了 對整個團隊沒有什麼影響 對吧 你的團隊裏面 一定會有兩個人裁員 裁員沒有什麼影響 對吧 大家 你們現在都在出門說一下 你們 你只是說數字 你們說一下 你們 你們說數字 即是多少 超過多少 你們說一下你們現在做事的隊員 有多少人 而你們又覺得 你的隊員裏面 裁員有多少人 譬如你那間公司 你的隊員有五個人 而你覺得裁員兩個人 是沒有影響的 那你就寫二分 二分 二超過五 二超過五 對不對 那你 立刻現在 立刻有些人說 對不對 立刻有人說 有些人說 公司有些人經常睡覺 你 你們立刻就說一下 你們自己 你們自己公司的隊員 你們自己的公司 或者你做事的部隊員 給你的隊員 有多少人做 有多少個人 然後你自己計算 裁有多少人 是應該是沒有影響的 又或者甚至乎會運作更順暢的 我相信如果是有五個人的話 裁有兩個 我相信五個人的話裁有兩個 應該是沒有影響的 大部分來說 四十歲大魔法師 是四分五 去到四分 四超過五 多誇張 我覺得比例一定是高 我覺得比例一定高 你說有些人覺得裁員很困難 布斯、韋利士說 三超過十 對不對 Fat Peter說二超過四 你看他比例多高 你任何一個落地工作的人 大家立刻說 阿Jeff二超過五 差不多都是這個比例 差不多這個比例 這樣 四十歲大魔法師那個 就跨究章 跨究章 跨究章 四超過五這個跨究章 對不對 但是二超過五 三超過十 這個真是合理到爆炸 全部地方都裁人 一定 所有 你只要那個 你說有些地方我裁不了 這樣 那你 如果你一人公司 幾個人的店舖 當然是裁不了 但是你只要 你只要 是那個 那個團隊 是大小小的 你就會發覺 一樣東西就是 閒氣的人 在這個社會上面 根本虎十皆是 遍地都是一些值得炒的人 在整個社會上面 所以 譬如 有些東西 我收了在斯丹康文說 星期二 我不再說了 那些大家聽回斯丹康文 可以在免費台講的東西 我覺得香港的競爭力 其實現在是低的 香港競爭力低 就是因為香港人的競爭力 現在是低的 而其實有個大裁元朝 去磨煉香港人 是合理的 我覺得 你要有一個 你要有一個 你要有一個環境 你要有一個環境 去 我們 ・ 使去 意識到什麼為了工作 及做事 現時的大部分人 做事的狀態 其實不是做事 仔細 超過 10 diploma 國內 不管 х 個人 真的是 2 over 6 那些 Chicken那裡是精英來的 5 over 20 Chicken那裡只是覺得四分一人需要解僱 那裡已經很精英了 大家都會在自己的職場發現 有些人根本就不值得有工作 那為什麼有些人不值得有工作 他也有工作呢? 就是這個社會根本就是很容易找工作 而且這個職場根本就很友善 香港現在的職場根本就壓力不大 其實實際上香港現在的職場壓力就不大 如果你說是不是所有地方的職場壓力都不大呢? 不是的 你一些賺錢的尖端的崗位壓力是大的 譬如以Apple公司為例 TopSales當然壓力很大 你帶著很大的隊員壓力很大 但是其實就算你公司也會有閒氣的Sales 你公司也會有閒氣的Team 問題就是他處於什麼位置什麼位階 而閒氣的崗位太難多了 閒氣的崗位太難多了 於是令到很多人失去了競爭力 為什麼失去了競爭力? 因為他不理解工作的實質意義是什麼 工作的真正意思是什麼 我踢爆Ivan 我說一下Ivan的厲害事給大家聽 待會我們這節快結束了 下一節第四節就到Ivan說了 剛才Apple還沒進來 你知不知道今早 Apple也不知道 我告訴Apple 因為其實 我們應該有一節是Ivan負責的 是啊 你知不知道今早Ivan一開節目 一說完早晨 他有沒有說早晨我也不知道 我也沒有留意他有沒有說早晨 他說完早晨第二句就是不好意思 你知不知道他說不好意思 他說我今天準備不切題目 他一來早晨之後就說不好意思 我今天準備不切題目 你知不知道我怎麼回答他 你知不知道我怎麼回答他 我說關我什麼事 你準備不切題目關我什麼事 你自己搞定他 你是不是想要我幫你搞了他 我不會幫你搞了他 我不會幫你搞了他 我會踢爆你告訴別人 一來就告訴我沒有準備 如果我不預期你準備沒所謂 如果我不預期你準備沒所謂 又或者你早一兩天跟我說 今天不準備行不行 這樣也可以 我說完也行 你不要今早才來跟我說 你不第三節尾才跟我說 你第三節尾才來跟我說 你怎會早上早一開始跟我說 你沒有準備我也不會 你預期我怎麼回答你 你預期我 我不會有的 我不會無緣無故準備你那一節 我不會無緣無故準備你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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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現在就是 這個就是 Ivan不了解工作的內疾 他不了解工作的意義 他不知道工作的意思是什麼 工作的意思就是你負責就是你負責 就不會你忽然間說一句 我今天不負責我行不行 不會忽然間行的 所以 原本我可以幫他做完那一節 我其實可以做多一節 但是我想想想都是 不忽然好 不忽然好 有救他自己 有救他自己 有救他自己做 所以 下一節就不知道Ivan准 不知道他在這 個半小時的時間 他準備了什麼 也不知道他有沒有準備到 但我不管 我決定 我決定 就是 稍後我們下一節照給Ivan說 我們照看Ivan說什麼 Ivan你先不要假裝斷線 OK OK 你不要假裝斷線 我們先說好 你一斷線我們就說你假裝斷線 就算是真斷線我們也說你假裝斷線 好像一致有人打電話給你做斷線 你不要假裝的 我們不要接受 我們不要接受 什麼東西你關掉 立刻斷了 沒事沒事 我們這節到這裏 我們萬眾期待 我們萬眾期待 看看 Ivan一會兒會說什麼 相信會精彩 我相信會厲害 好像有些課金不見了 讓我看看 現在節目即時課金總額變了300元 原來剛才有200元是朝早晨早貨的 不好意思 我一直都沒有讀你的課金 那朝早晨早貨的課金就應該是 昨天上美羅取貨的 那應該是慰暴不舒服 最近慰暴不舒服 叫我幫忙上鄉保佑早日康復 阿哲 阿哲的課金 不好意思 剛才頭兩節都沒有讀你的課金 那我讀回 現在剩下的課金是300元 大家再課多些金 等他 上回來 100元就是 昨天上美羅取貨 阿聰超級有禮貌 感謝 然後另外100元就是 奧斯卡請入 他說我們做室內設計 猜我們請什麼人 最緊要幫到手 熱血高質 另外100元就是 大亨節目高質 慰澤熱狗 支持預付課金 拍多些好劇集 好 我們這一節就到這裡 接著我們下一節 看看Ivan 如何兇手入白人 到底他現在 會講一節什麼的題目 給我們聽 很期待 我們 開始 介紹 我們 要看到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